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1,2,1,2,3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彭建文 他曾经是台积电的营运效率部门主管 待在台积电的时间长达10年 之后在2014年创办了管理顾问公司品硕创新 整合台积电出身的讲师群 以台积电精神DNA辅导企业 同时目前建文也是担任公司的执行长 也是国际PJ法的创办人 PJ法是什么?我们节目中会提 除了开设管理顾问公司 他也多角化的输出他的商业经验 比如说写书 出版的著作包含了高校工作者的问题分析与决策PJ法 思维的制程,思维的良律等等 另外他们有一个Podcast节目 节目叫做职场冰淇淋 帮助听众面对工作上的平行 提供各种企业管理的小技巧 今天我们先从建文 为什么想当企业讲师开始讲起 原来这是他从研究所就开始的一个梦想 后来他在退伍之后 因缘机会加入了台积电 在很高压强度很大的环境之下 一待就待了十年 他说从中间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你知道在这十年当中 有哪几个影响他很重要的转折和关键吗? 还有他一开始离开台积电 当其讲师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 曾经一年只有十几堂课程 他自己还去进行陌生开发当业务 你知道他是如何度过那段时间吗? 他这几年出版的三本书 其中有一本是介绍决策PJ法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还有当我们在职场上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还有一套CCB思考方法 真多简称欸 天哪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彭建文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其实老实讲我看书的过程当中 最好奇的第一件事情 反而是你说你研究所的时候 上课上一上去想要当讲师 OK OK 有个契机嘛 对有个契机 你就想说我对这个讲师的工作 有兴趣这样子 顾问工作有兴趣 但是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那个时候研究所的时候 突然觉得 有啦有 对为什么你会想要当讲师? 时空背景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老板 就是我研究所的老师 然后呢 他起始一个礼拜 他大概有两天在实验室 三天都在外面 那他在外面从事什么? 从事讲师跟顾问 那当年我们老板 他接了台北市政府的课程 对那有时候我们学生时代 我们会去当助教 对所以老师在上课 那我们就去当助教 那当助教的好处 就是帮老师处理一点事情之后 还可以听老师的专业 那个时候就发现老师好厉害喔 在舞台上可以讲五六个小时 然后下面的人都是一些主管 对那讲完之后呢 他就可以马上收钱 就签名嘛 因为台北市政府 他们就是不管多少钱 然后签名 所以一次两次跟着老师 一次两次三次 他有一次跟着老师去辅导 对那时候的案子是在 台中农民总医院 对对我们用 我们用制造业的流程 帮医院里面做流程再造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一次两次三次 其实在我内心 我就觉得 讲师姑娘蛮有趣的 对那我又发现 那个舞台我是蛮喜欢的 就是拿着麦克风 我好像就可以开始耍宝 对耍宝 然后有一种成就感 对然后又感觉 在舞台上会得到很多掌声 跟成就感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跟我老板说 以后我毕业之后 有机会 我也想当讲师跟姑娘 不过那时候的讲师 比较像就是学校的老师 就是老师在上课嘛 然后下面就在听 那时候对企业的职业讲师 是模糊的 不清楚 不清楚 所以本质上应该叫顾问好了 对 就是我们老师 他对外的标榜 他也是个顾问 只是在顾问辅导的过程中 他必须讲课 所以讲课是附属的 那顾问是目的 主要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当讲师跟顾问 那所以后来我就跟我老板讲这个概念 他说OK啊 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要进到大公司里面去啊 先进去大公司 对 你没有进到大公司去乱过 看过 凭什么外面的人想找你 对 所以那个时候 那我就问我们老师说 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找你 对啊 他说也是有人牵线嘛 那第一个 那第二个 好歹我老师也是一个博士 博士 是一个教授嘛 那学校的教授一般来讲 还蛮容易在外面会被人家邀请去演讲跟上课的 对 所以就就因为这样的东西 我就对讲师顾问 有一个梦想 是 对 希望有一天有机会 也可以跟我的指导教授一样 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讲师跟顾问 所以那时候等于说 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 其实你有两个选择嘛 一个是你先去大公司 另外就是你去当念个博士嘛 对 那那时候没有想要先去念个博士 完全没有呢 因为从小到大 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 OK 所以有时候呢 连我现在我的国小同学或国中同学 看到我现在的学历跟出书 他们都吓一跳 是 他们会觉得 见吻不会吧 小时候的你是怎么样 你怎么现在怎么有办法当讲师跟顾问 我说我们三十年没聊了 好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 那我也觉得读书我读不通 OK 对那会读到硕士我都觉得 非常阿弥陀佛 对因为我们是专科出身的 那专科出身差大 大学毕业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时候会读研究所 其实也是想说能不能读个研究所找工作比较好做 是是是 对倒也没有说一定要读的硕士 OK 对所以读硕士当时的目的只是未来想找工作比较好做 所以在读博士完全没这个念头 对那就退伍就找工作啦 OK 所以那时候当然大家现在很熟知你 就是说在台积电有一个十年的服务过程 是对 然后中间我也知道你可能在台积电是一个努力 有努力过 甚至一开始其实根本不太有机会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是怎么样机缘进入台积电呢 哦那个机缘是这样 那个机缘我把它俗称叫厚脸皮哲学 厚脸皮 对对对 死缠烂打哲学 对对对对 应该是说当年台积电它有次军中求财 去部队当中 对没错 那军中求财呢我们要退伍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都会看 这个军中求财是哪一家公司嘛 是是是 那时光背景当时的台积电的军中求财 它是找的是电子 电机机械化学化工 OK 这些的科系 你才有机会去军中求财 因为它放了职缺嘛 OK 那我当时是念工业工程的 工业工程 那我就发现 那我就不用去啦 这一场我就不用去啦 但是我想 哎不对啊 我要不要去看看 会不会去了 有一点机会 对 那我就假装我不知道这个讯息 什么讯息 就是他要这些科系的讯息 OK 我就印好三份履历 三份履历 对 他印彩社的 对 然后我就请假 因为快退伍有一些假期嘛 我就请假 然后半天跑去求财 那求财一进去 在我内心 我就知道今天没有我的缺啊 但是我的神情要很自然 对 对 那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说 哎 我今天是来军中求财 我是三军总医院的什么兵 对对对 那看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那这是我的履历 他一看 哎 不好意思 不合 对 今天的职缺没有你的职缺 你可能要等下一次的军中求财 对 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说 啊我都请假了 嗯 我也都印三份了 那怎么办 那不然这样子好 我帮你拿回我们公司 对 也许有机会 我说好啊 好啊 太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感谢你 因为大老远跑来 然后又请了假 其实是真的是 还蛮期待能够进台积电的 对 那他就把我的履历就 带回去 就带回去了 那带回去 在我头脑中 其实我也不会去记这件事情了 因为 无了无 没了算 所以退伍之后 我就进中华应馆 对 华应 华应 现在已经垮掉了 听说这人只在法拍啊 那个金额非常高啊 那我进中华应馆之后 一个礼拜 我就接到台积电HR的电话 哦 哎 所以我心中觉得 哇 还真的有人 有呢 有帮我丢呢 对 那应援机会 我就跑去面试 是 那面试 我也知道不会上 因为他问了一些问题 而且他当时的缺是采购的缺 对 我对采购本来就没那么大兴趣 所以在电话中 我觉得OK啦 那既然 既然就有这个缺 我就进去看看吧 只是进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有设备一点功课 我知道台积电啊 其实他内部有一个叫内部求职的网站 嗯 也就是说 当HR面试一个人 那这个人很优秀 但是他没有上 HR有可能把这个人的一些学经历 会放在台积电内部的求财的网站 是 我知道这件事情 OK 所以我去面试之后 采购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不会上了 因为我从对谈的过程中 但是我最后我就跟主管说 呃 如果你觉得我很优秀 或是还可以用 那我真的 我就表达 我真的很想进台积电 我一辈子一定要进台积电 他说那这样子好了 我把你的履历 丢到我们公司的内部的网站 其实这件事情我知道 所以这个采购的主管 后来他变成是我的贵人 他就真的把我的履历 丢到内部的求财的网站 对 后来我就有第二次面试机会 是 对 那第二次面试机会 我就很顺利就进到台积了 OK 所以 刚刚讲那个工业工程 其实我刚一开始也想要就是多了解一下 可能有些听众也不了解 这个工业工程的专业是在哪些地方呢 他没有专业 早期的工业工程啊 他是训练厂长 因为他还是属于理工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如果要训练一个人当厂长 他找的人一般都会找工业工程 那工业工程为什么我说他没有那么专业是 他什么都学 产销人发财 研发也学一点 人资也学一点 采购也学一点 然后会计经济也学一点 所以他几乎各个领域都学一点 所以他变成是一种通财 但他不专 如果听众是工业工程 或是你想练工业工程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职缺 早期的职缺就是比较偏品质管理 生产管理 或者是所谓采购 人资 这些目前都还是有工业工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在里面 那现在就非常广义了 现在工业工程他可以走向什么 他可以写AI的程式 因为现在工业工程的科系里面 蛮多都开始在练习大数据 所以有些制造业也好 科技也好 如果你有AI的一些部门 其实慢慢的有工业工程能进去 对那工业工程的学生 我觉得他有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他比较活泼跟外放 对因为工业工程他本质上 他就是什么都学 那碰一点你就会接触到很多人 很多科系的老师 所以我工业工程认识的人都比较外向 对然后也比较热情一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一般工业工程的人 最后都想通财 他不想钻财 他不想去某一个领域抓的很精 对他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对OK 那你那时候觉得你适合做什么呢 就是你那时候要进台机的时候 你有想过你那时候适合做什么 其实因为我的研究所的老板 他是走品管 他是走quality的 他是走品质 或走品管 所以那时候进台机 那时候一直想进品管这个职缺 对那品管这个职缺不好进去 OK 对那所以我退而求其次就是去制造部 那制造部有一个职缺叫生管 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 OK 对所以我进台机电的第一份职缺是生产管理 那做了十年 你觉得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是特别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然后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转折点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当然都可以 我们都想要知道 转折点 应该这样子好了 就是台机电的节奏很快 对台机电节奏非常快的 然后台机电 他很受 我们在工作上很受台机电核心价值的影响 对这个核心价值会影响我们的处事的行为 例如诚信 例如创新 例如承诺 这种东西会影响我日常东西 那如果要回想一下 大概有几个 我觉得是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 应该是对我而言是刻苦民心 第一个 我在生产部门的时候 很常被一个老板骂 印象非常深刻 一开始的时候 对就是只要跟他开会 他会骂你 然后也会赞美你 但是我印象课赞美的东西我都忘记了 我只记得他是 他很会念人 对 那每次念完你都觉得心情很不爽 但是现在我在回顾这个东西 我觉得 有点感恩他 对他每次念说 彭建伟 你今天上班没有带头脑来 你这个数字都做的 对你这个数字都假的 对呀 昨天不是出货5片吗 你怎么今天告诉我 昨天出货4片 都乱讲 对你下去 你明天再来报 或者是有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再谈一点事情 他谈一谈 你都乱讲 不是这样子的 他会拍桌子 很凶 很凶 非常凶 对呀 但是你又觉得他这个逻辑好厉害 OK 也说事后想起来 升完气之后 再跟他聊天 就觉得 靠这个老板真的是逻辑 真的是厉害 只是EQ不好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影响我非常深 他影响你什么 他的逻辑 然后他的对数字的敏感度 还有他在做决策的 他很会做向上管理 OK 对因为他上面就是一个负重 对他每年的绩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那个人的个性倒还好啦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OK 所以这是一个影响的 对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时空背景 我在台积电得过很多竞赛的奖项 很多竞赛的奖项 那其中有一个奖项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几乎有两个月时间 每天晚上洗澡完之后 都在我们家的镜子 在念我的稿子 我要训练20分钟的Presentation 不看头影片 那他就是一种台积电的 一个专案的竞赛 对我们把它俗称叫 持续改善竞赛 对那持续改善竞赛里面 他会做专案 那专案要做PPT 然后要做Presentation 那在台积的Presentation 你要拿到第一名 真的是不太容易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台积电每一个人都是台大清大 我还遇过Berkeley Stanford 那这些人你在问他高中读什么 大概70%都告诉我是建宗的 对天哪我旁边都是建宗的 你要参加竞赛 你就发现天哪 我凭什么可以拿到第一名 对那这件事情也影响我非常深 就是我为了拿到第一名 然后我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我一上舞台我就真的不看投影片 OK 有点类似现在的TED OK 但是早期的台积那时候为了拿到第一名 你就会去想出很多的方法 连在舞台的走位 对然后台下400个观众 他会问什么问题 OK 对所以后来宣布我们这组得到第一名 哇当天就非常开心 跑去竹北吃那个什么 串烧 串烧烤虾 所以当天4万块奖金花了3万8 对因为我们第一名是4万块 就花了3万8 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 第三个就比较负面的 我在台积电10年多有去开刀 这件事情我倒没有跟别人讲 就是在马利欧这里突然想到 我的手啊得到碗碎到针后去 嗯 花鼠用来的 对对对 OK 其实它不应该那么严重的 是 对但是不知道呢 当时台积的文化就觉得 没什么事 还是尽量上班 能够不要请假就不要请假 因为一请假事情就很多 然后有时候请假也不好意思 包括老板我明天要请假 对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很不好意思 是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请就请 然后怕什么 对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 一年的氛围 就是这样 氛围的样子 对 所以我的手后来跑去台北农民总医院 第一次挂门诊 那门诊那个医生一看 天哪你那么严重你才来哦 你很忍忍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说 对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太晚了 对 他说你这个只能开刀 OK 嗯 对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手镯这边有开 那开完刀就 就回去嘛 那在开刀的过程中 我的处长有打电话给我 是 他有打电话给我说 诶 建文你开刀还顺利吗 是 所以处长到现在 我还有联络 嗯 对反而是我的上署的主管 你说直署的主管 直署主管比较没有打电话给我 OK 所以这件事也印象蛮深的 OK 对 所以你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工作太忙 然后没有休息的关系 应该是 对但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去怪公司啦 对只是说当时为什么弄到那么严重 才去做开刀 对后来在工作上的步调我就开始做一点调整 OK 嗯 你刚刚讲那个持续改善比赛嘛 竞赛 对对对 这个呃 为什么你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会想要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内的竞赛呢 就我想可能很多很多上班族我相信可能在公司内工作当然压力很大嘛 对那这种比赛我相信很多大公司大概都会办 对那但是有些时候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有就是来参加的人很少 因为讲讲白了说4万块好像也没有很多 对对对 吃一餐就把它吃掉了 是是 所以到底哎为什么那时候你会想要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这种比赛你觉得以企业来讲 他他怎么样可以让他变成是一个真的很有意义的比赛呢 大概两个 第一个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工作上啊 其实大家的工作的能力我觉得差不多 是 那你要怎么跟别人凸显 那这个凸显啊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在台积电叫做专案 做专案 对你做日常工作你不会得到好绩效 所以当时台积的氛围就是日常工作你再怎么做完美 不好意思60分 及格 及格 你不能再跟老板说老板我那个日常工作怎么样 没有没有就是60分 那老板就问那你今年做了什么专案 好一个两个三个OK好 那做了专案之后呢台积会给你舞台 对 台积会给你一些舞台让这些专案可以去做presentation 持续改善在当年的台积应该是排行第一名的竞赛的平台 也就是说非常多人在参加 那个能见度是高的 对 而且甚至有些大老板很重视今年下面的人有没有去参加这个竞赛 对 所以那个氛围的意思说只要你参加这个竞赛得到名全世界 全台积的人都知道你得到第一名 所以那时候的氛围就是说我如果要在同侪之间创造自己的价值 这个竞赛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对 那只要等到得到免全台积就知道你这个人叫彭建文好厉害 所以也许就可以创造一些氛围 所以我是在台积的那个氛围很重视 所以我参加比赛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比赛我学到什么 我曾经还写过商业周刊的文章 我在里面还提到说比赛是一个结果 对不对 但是这过程中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例如第一个叫怎么说故事 对 第二个 如何去做presentation 第三个 我如何把一个专案 把它变成有架构的PPT 对 哇 这个不太容易 因为要一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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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就是 我们在presentation的过程中 因为故事力 所以故事要有张力 那时候也没人教我 什么叫起程转合 什么一开始要先 要先跟大家做一些 大家好 我叫彭建文 今天非常开心 怎么样 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何做包装 对 因为你要得名 所以你必须要做包装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在过程中我学到很多改善的工具跟方法 对 因为比赛要用工具 比赛要用方法 所以呢 在过程中我学的非常多台积电内部 解决问题的工具跟方法 因为我要做包装 因为我要做包装 那这些工具跟方法就变成我内心的DNA 后来我就很顺利当上内部讲师 对 那我现在当职业讲师 我的公司品硕创新管理公共公司 现在服务的客户 有一部分的工具跟方法 是当年在竞赛的时候学到的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你刚刚讲做专案 所以他的做法是 你们真的在内部找到一些状况 然后去解决它 然后把这个解决的过程 呈报给大家 是这样子吗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那如果我们把它的时空背景 把它回一下 假设今年是10月了 今年10月 那我们就在想 那我明年要做什么专案 OK 那做专案有时候 不一定是遇到问题 对 就是我希望好还要更好 例如 我举个例子 建文你去做一个专案 如何让美国唱 明年的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薪资成本也好 或是营运成本 或材料成本 可不可以降低10个percent 它就是一个专案 我要做一个 美国厂的什么的成本 明年要比今年降10个percent 那当我接到这个命令之后 那我就开始想 那我要找谁来做 我可能要找很多的部门 那我们就形成一个team 那这个team 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个专案 专案过程中就会开会 那开完会之后 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 不一定想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是让这个专案先成功再说 好 那最后这个专案结束了 那结束之后呢 这个专案会留下很多的raker 好 那我要参加竞赛 好 那我们去看竞赛办法 这个竞赛办法告诉我们说 你的专案要有15个改善工具 那我就在想 没有啊 我当时做这个专案 我只用两个工具而已啊 比赛要我用15个 那怎么办 包装 对 所以我就去包装 让原本是两个工具 变成15个工具 OK 对 那有时候在企业讲这段故事啊 他们就说 这个包装有用吗 你们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照这15个工具来解决 我都跟他说 其实都可以 你要一开始用这15个工具来解决也可以 你要事后包装也可以 但如果后来发现啊 事后包装也要功利呢 你对工具不熟 你怎么包装 对 所以呢 我都跟他们 我都跟很多人分享 包装一次 包装两次 包装三次 工具你就熟了 哦 就会你会知道 到底要怎么弄这个东西 对对 要合理 要合理啊 那个逻辑都要合理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专案就是每年的年底 然后大家就要去想 我明年要做什么专案 因为这个已经形成台积的文化了 所以那个专案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 本来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没错 那只是把这个工作的结果 重新包装 呈现出来这样子 对但是也有人没有包装 也有人在一开始的专案 就照着那个比赛的方法跟逻辑 来解决 这个OK的 OK 对只是当时我对这个方法工具 其实没有那么熟 所以我刚刚另外一个 呃想要了解就是说 所以台积电有点像是说 透过比赛的方式 让大家 第一个有一个舞台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让 大家有一些在 執行这些东西 对 的呈现的结果就对了 还有能见度 OK 然后还有 那个舞台我们把它俗称叫做标杆学习 标杆学习 对 然后另外一个字眼叫水平展开 水平展开 对 标杆学习的意思是这样子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们的公司有十个部门 是 好 那有 有八个部门去比赛 对 两个部门没有比赛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要求 两个部门没有比赛的人 也要派人去观摩 OK 好 那当你去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个部门 他做的一个专案 非常好 而且ID也很好 OK 那听到的人可能就会回来想 那这个东西我们部门可以拿来用吗 对 这个在台积电我们就要水平展开 哦 跨到别的部门去 因为台积它厂区很多嘛 它厂区很多 那厂区很多 他们会创造类似这样子的舞台 让大家来看 平常大家做什么 对 这个东西会 会当年会录影 会录影 然后会有PPT 会有书面资料 对 都会放在公司的官网 内部的官网 内部 所有的人都可以下载 OK 然后去听去看 它本质上还是解决问题 就你的这样子 包含你自己有参加经验 然后加上现在 这么大量的做企业辅导 跟顾问经验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提供舞台 它有没有一个什么 适合的公司规模 或者是产业人数 因为显然它可能人数太少 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一百个人 我想说大概两百个人以下 大概可能都还好 有没有什么样 因为台积电 当然可以理解 几十万 几万人的公司 当然有这个需要 对 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建议 我们这几年在辅导企业 所谓的持续改善 或者是所谓的 关键人才培育 那这些的辅导案 因为它 这个辅导案终究 其实他们想学台积电的 其实是文化 比如说养成 持续改善文化 养成 解决问题的文化 那在这个文化里面 办活动只是其中一个项目 其他还是有很多项目 那比在这件事情 目前找我们的最小的客户 一百二十个人 最小的 四五十个人 我们比较没有接触 大概我知道的这几年 我稍微心里面想了一下 大概有两家 当年找我们的时候 都大概一百出头 对那找我们这几年 目前有一家从一百成长到四百 那有一家从一百成长到两百八 所以你说有没有人数限制 应该是说 有时候比赛 假设好了 假设四组比赛 四组 四组比赛其实也不多 那台积电的比赛是这样 我给大家一个感觉 台积电的初赛 其实是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个project 一千八百组在比赛 一千八百组 然后三三三三到 一百二十组 再从一百二十组 塞成二十四组 进到全公司的比赛 所以大公司 就这样的flow 小公司不用 就各个部门派一组 就四组就好了 因为它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形式上还是要有 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 说这种办活动竞赛 不是很仪式感吗 我就跟他说 仪式感很重要 你去看大公司 你去看Google 这种大公司 都没有重视仪式感 不可能 因为仪式感 它一次两次三次 它就这个很强烈的 潜移默化的文化在里面 大家时间到了 我们就有那个竞赛 对 它就变成一个公司的 一个文化 OK 你刚讲这个竞赛 然后也后来培养你 成为这个内部 讲师这件事情 然后 我知道你有台积师夺奖 跟卓越工程师奖 那这些奖在内部 它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卓越工程师奖是这样的 就是说 刚我有跟大家分享 每年做专案 那不是有个竞赛 叫持续改善竞赛 那个卓越工程师 有一个门槛 就是三年内 参加全公司的 持续改善竞赛 要有两年得到前三名 门槛很高 很高 门槛蛮高的 所以当我参加第一年 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奖项我要不要去拿 那如果要去拿 那我第二年就要比了 所以这个门槛是高的 另外第二跟第三就简单了 修什么课 或者是协助人家 这个简单 所以它最难就是 难在三年内 要有两年 拿到全公司的前三名 OK 这叫卓越工程师 好 司拖奖是这样的 因为台积电内部 它还是有内部讲师 那内部讲师 因为928是教师节 所以当年台积的人知 就在想说 台积电的讲师那么多 我们要不要对讲师 有一个疑似感的鼓励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选拔 什么课 然后这个课里面 从满意度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 每一个课挑选前两名 或前一名或前三名 满意度最高的 那他就会拿到 我们所谓的司陀奖 所以他每年有这样子的 竞赛的规则 对那这个只要投稿就好了 投稿 为什么投稿 投稿什么东西 就是我只要投稿给人知说 我今年想 我要报名 对对对 我要报名 那他们就自己去算了 因为后台他们有一些 资料 资料嘛 对对对 所以我是有一年想报名 那我就填基本资料 他们就去看我上了什么课 满意度多少 他就宣布我 他们叫建文 建文你上了 对对对 一年24位 OK 那也是很少 很少 那台积电的讲师当年有1000位 1000位 好那 这个是台积的文化 很厉害 1000位 竞赛 竞赛感强烈的感觉 蛮多的 还有什么爱迪生奖 OK 我们知道建文在这个疫情 也有开始做podcast嘛 是 职场冰淇淋 对 那这个职场冰淇淋 是什么样一个契机 你做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契机是这样子 其实我因为时空背景 我认识很多职业讲师吧 那他们 他们有去主持电台 我有一次上电台去受访 我就发现 我蛮喜欢主持人的 那我就丢了履历说 你们的电台有缺主持人吗 他说没有 我们都满了 对 所以我现在想 都满了 天哪 好吧 那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想当主持人 是 所以时空背景 就刚好疫情来了 那疫情来之后 刚好podcast就兴盛了 那我就想起 我想当主持人 这个小小的 小确信 对 所以当时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来玩吧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想 我们来经营职场冰淇淋 所以当时的起薪冬念 只是想完成 我个人的小确信 对 那至于名称职场冰淇淋 是因为我们 我在想说 我们叫职场嘛 因为我们是讲师跟公文 那职场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要开始想嘛 我们就部门 开始脑力激荡 找安路老师 找谁脑力激荡 结果就发现 冰淇淋这个东西 还不错 对 像我吃冰淇淋就会很开心 所以我们希望职场是开心的 有时候冰淇淋吃起来也是很甜蜜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职场是甜蜜的 所以就取名叫职场冰淇淋 那收获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学习的养分 对 其实我平常看书的量不多 买书的量很多 就书买了就放着 所以买书量多 但是没有时间读 那我发现我每次只要经营职场冰淇淋 每一集对我而言就是读了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棒就是 我只要受访一个 我就学习到东西 那学习到东西 就会成为我在企业讲师的故事 也会成为我商周写文章的故事 所以就一鱼善吃 OK 对 非常舒服 就是也有书压到 哦 非常舒压 OK 然后也有收获这样子 对对 只是没有赚钱 好 那工作台积电10年嘛 那当然我想可能福利待遇也不差 当然工作压力很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总觉得你 虽然说你一开始是 带着说有一天我要成为企业讲师 企业顾问的心态 但是感觉好像东西做久了 又一直有更换 又有挑战 不见得会想要再回去去做 可能10年前我们想这个 企业讲师的事情 没错 是的 是的 什么时候你想到就是 企业讲师这个梦 顾问这个梦 其实突然又浮现了 然后好像应该来追追看 其实是我 其实是我换到 换到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叫做 品质管理部门 终于来到品馆 对对对对 但是如何进到这个品馆 其实也是有一段故事 不管怎么样 我就进到这个品馆部门 那我进到这个品馆部门 第二天就很自然成为内部讲师 等一下不用选拔 因为这个部门的属性 每一个人就是内部讲师 对对对 那讲着讲着 我就想起之前的梦想 OK 我真的很喜欢上课 对对对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接触到外面的很多老师 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课 有时候也会找外面的老师来开课 有些课是内部自己上 所以在那个时空背景 其实就有点想这个梦想是不要去实现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也规划了快五年时间 你是说想到之后再规划五年 再规划五年十年 也就是进台积的第五年 开始 开始 回想这件事情 对回想这件事情 然后开始规划 然后第十年 十年又四个月才离开 OK 对 那个时候你在规划的时候 你是想要 你那时候的准备期 或者说你觉得到什么是可以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 其实规划我确实有规划 但是要离开有难度 真的有难度 因为每年看到谷条 这就是台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积的谷条 其实它是每年七月发分红的谷条 那你今年发的七月 你一看150万 就很多嘛 150万非常多 好 但是下一年你要等一年 你要足足等一年 等到明年七月再拿 隔年的分红 我起心动要离开的时候 其实是在第七年 我在第七年就想离开台积了 好死不死 台积把一年的分红拆成一季的分红 每季都来 每季都来 对 假设我今天得到120万 120万除以4季 所以一季你可以拿30 好 4月份你会拿到第一季的30万 对 7月份你会拿到第二季的30万 对 那你想想 如果你4月要离开 你想想看 那我7月又可以领到30万了 对 那现在要离开吗 嗯 7月想离开了 嗯 再撑一下 10月 10月就领到了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是 后来就 啊算了算了 我还是不要去好了 对我还是留在台积好了 嗯 但是那个内心其实是有在冲击的 直到有一次我的后脑勺就是会痛 对 痛到会吐 对 这么严重 嗯 嗯 辗转才知道得到清光炎 清光炎 对 好 那得到清光炎 因为我我当时是初期的清光炎 演压过大 我是正常性演压的清光炎 所以这里也呼吁大家 就是不管你的演压是是多少 每年都要做检查 对我的演压只有15 16 嗯 对但是还是得到清光炎 好 那 呃第一个就是得到清光炎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年我也生妇理 是哦身上管理职 对那身上管理职之后 负担的压力也大了 然后再加上 哦加上我在外面修的执照 哎当当当当年我在台 我在我在 我在外面有拿一点证照 证照就是为了气管 嗯 讲师在铺路的 那这些证照都拿到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 我每天是从台北木炎 开车去圆区上班 去新竹 对我每天这样开的开了8年 嗯 其实话也累了 有好几次回程都快发生车祸 睡着了 睡着了 对我从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10点多开车 然后经过关西 我都大概开到120 嗯 120几 我还记得我开福时的 嗯 ok 对一个闪神 差点撞到安全岛 嗯 所以就这样的东西的累累加起来 我觉得我不行 我真的想要离开 然后去实现我的梦想看看 嗯 对那我给自己几年时间 ok 但是再怎么样理性的决策 最后要走还是有难度 所以后来我是去拜拜啦 拔杯啦 对 去算命啦 算命就说 哎呀你丢了台机太可惜了 嗯 你有一双好的嘴巴 你应该出去闯一闯 你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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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你适合 趁年轻出去走一走 ok 所以这些的东西拔杯也是拔心杯 嗯 也支持 啊那个也支持 啊这个也支持 啊那就出来啦 OK 感覺好像不是很科学 哈哈哈哈 最后还是那一个气 或是一个 就是决定了就决定了 对啦 因为有太多这样累加 啊又想出来 啊又在台机讲课 就发现 嗯 对啊就出来了 嗯嗯 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离开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说离职当然 离职 前面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 那你看你在一个 哦 就是这个应该算 朝七晚十一哦 这样save at eleven的这样子的工作 对对 十年隔天突然 不用进场了 哦 哦没有啊 其实这一段我有 我有做一点规划啦 是 我后来有进到一家管理顾问公司去 管顾 对管顾去 只是薪水降了七成 嗯 哈哈哈 但不能跟台积比 对啊对啊 这样的七成嘛 那所以呢 其实我是礼拜五 礼拜五最后一天 嗯 我还记得最后一天 是我在台积十年来最早下班的 我那天下午三点就离开公司了 哦 哈哈哈 好anyway 离开之后六日休息两天 我礼拜一就跑去那家顾问公司上班 已经谈好了 已经谈好了 虽然就是 因为你如果没有谈好 你的薪资结构是变零 对 压力很大 嗯变零 但至少算还有三成 那就加减吧 嗯对对对对 我后来是去跑一家 跑去一家新创的管理顾问公司 当讲师跟顾问 嗯 所以在那个管顾的 就是一开始的 跟你想的 你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吗 差别很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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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掉入那什么 这一天的课 嗯 嗯 嗯 因为后来也上了清华大学博士班 嗯 对 大声开发 想武通 然后我还想好我的台词 嗯 嗯 但陌生开发 我开始去推我的课看看 我第一年 我第一年大概13堂课嘛 第二年也不多 嗯 第二年也不多 OK 第三年开始 第三年开始 就满了 真正全满是第四年 哦 第三年就满一半了 嗯 嗯 对 所以时工背景 现在想起来 我在2014年满的时候 刚好清华大学也差不多 修差不多了 嗯嗯 对 所以我就半修学 OK 就课那边的 对 半修学 然后就全力充 所以全力充的过程中 就跑了大陆很多地方 是是是是 大陆真的跑不完 哈哈哈 不过时工背景 后来我就离开那家新创公司了 因为 因为后来企业都指名找你啊 是是是 那指名找我 我就在想 嗯 那我一定要出来自己做 自己弄就对 所以自己弄这件事情 成立顾问公司这件事情 不在我的人生规划 本来就觉得 有一个公司可以加入 对对对 我本来想法是 我在一家公司 当讲师跟顾问就好啦 我也不想开一家公司 我觉得我不是那一种老板的命 是是是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 但是我 但是我喜欢上课 是是 对我喜欢辅导 OK 那后来开公司 呃所以开公司当然跟 之前这样子 有点像办靠行 那当然又不太 不太一样的 处理方式 对是 那你觉得在 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吗 就是开始创业2014年之后呢 你说创业之后的收获 对对对 嗯 但钱就变比较多嘛 是 再来就是看了非常多的产业跟公司 是 对让我打开很多眼界 嗯 然后因为我的 我的东西慢慢的切入一个叫辅导案 嗯 嗯 对就不是纯上课 OK 对那辅导案有时候跟公司一签就是三年 比较长期 比较长期的 嗯 所以我的收获应该是在 我先讲上课好了 因为上课慢慢我就发现 真的我是一个职业讲师 真的我有我的天分 虽然很多人不认识我 觉得我在吹牛 不过你们有听过我的课的话 对或是我外面的口碑 你就觉得 诶建国老师好像有天生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 我有一点天生的受课的东西 嗯 对那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不断去 如何让自己从一个讲师 是80分90分98 100去迈进 所以这过程中的收获就是 不断去磨练自己受课的技巧 对 另外一个收获是 就是因为接了一个案子 我真的很想把台积电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辅导案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三年的地图 OK 然后我就告诉客户说 你讲学台积电 来 我有一个三年的辅导 嗯 那我给你看 你们三年之后的第四年 你就会发现你们公司 有台积电的味道 嗯 对你们要不要试看看 果然就有一家客户找我 OK 所以这个收获就开始 一直演变到现在 就是我们公司现在 现在的持续改善的辅导 简称叫PCIT 嗯 这个P叫PLUS PLUS 加息 加分 再加再优化的意思 那CITC 是Continue Improvement TIM TIM 是台积电的字眼 嗯 熟悉台积电的人 他们内部就叫CIT 嗯 但是因为我这几年 已经优化一点东西了 比较适合台湾的中小企业 所以我为了区别 我加一个PLUS 叫PLUS的CIT 是是是是 所以辅导过程中就 就开始 让我的辅导的东西 又更加收获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 因为你乱一个公司 妈妈你就发现我只有一个人 对 那怎么办 对我总是要找个团队嘛 是 那我刚有跟听众分享 就是我在离开台积电前不是有得到轻光眼吗 嗯 那当时的轻光眼是初期 其实初期的轻光眼 其实你的世界是一样的 嗯 对啊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不要忘记 它是一个慢性病 嗯 你的眼药水嗯 不能断掉 嗯 要持续 对你几乎终身要去点它 除非你开刀嗯 那因为我 我在我在创业跟进到新创这几年太忙了 忙到慢性迁嗯 都没有去回诊 一个月两个月 我就忘记 我有轻光眼嗯 嗯 就很自然忘记 因为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而且你的世界是一样的 对 直到2017年 1月3号嗯 对 跑去核心医院检查的时候 对方才问我说 欸 彭先生你身体有慢性病吗 你可以讲一下吗 嗯 我有慢性病吗 我说身体检查 对对对对 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的全身健康检查 在2017年的1月3号 我去核心检查 最后完之后 医生要问诊嘛 嗯 他就问我说 欸彭先生你可以告诉我 你有什么慢性病吗 慢性病 没有呢 我没有糖尿病 都没有呢 不知道为什么灵感一来 欸我好像有青光眼 青光眼算慢性病吗 嗯 他说算了算了 所以你现在青光眼怎么样 欸我好久没点药水了 对 他说彭先生你没有点喔 很可怕呢 他会瞎呢 他不可逆呢 欸你赶快赶快 你赶快赶快 你赶快回家赶快去找一个眼科 去做一个视野检查 看看你现在的感觉 我说喔这样子喔 我那时候还是很笨喔 我说喔好好那我知道 我知道 好那我就赶快挂号嘛 所以2017年的2月7号 我就挂了山军总医院的眼科 对做的检查 那那个眼科的主任 我一看到我的视野报告跟我的视神经 他就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晚才来检查 嗯 你知道你的视神经已经死很多了吗 嗯 对你大概两眼 两眼两年就会瞎掉了 我说我我我我我我 我现在的眼睛还好好的呢 对 怎么会怎么会 你跟我说两年就会瞎掉 来你看 你看你的视神经报告都是红的 都死了都死了 你看你的右眼死了90% 你左眼死了70% 嗯 你说嘛你还可以撑多久 我怎么知道 好严格 好凶喔 对 然后因为讲完之后 因为他因为他的诊监人很多嘛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下去啦 心情就已经很差 很差啦 对就就就就出了 啊因为这个事件之后 我就开始在想公司怎么建团队 嗯 对万一真的眼睛哪一天有状况 至少公司还有团队帮你帮你运作 所以因缘机会就认识了侯安路侯老师 嗯 他今天也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在旁边 对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就就就开始 OK 嗯做点转换 所以你觉得这个第一 哦 刚刚讲的离开台积电是 清光眼 嗯 的其中一个原因啦 对 那后来这个开始 公司 然后有创业 这个当然有变得比较严重一点 嗯 那听起来好像哦 我们在台积跟这个创业时候哦 身体好像都比较 都会轻乎掉 对没有好好照顾好 对对对对 你现在回想这件事情 你觉得应该有什么 或者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在意的 注意的地方吗 哎 哎 其实这个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就是现在讲起来 那很简单嘛 那时空背景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是你很难去接受的 嗯 那现在我也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年轻人 那有时候我都跟他说 哎 其实身体蛮重要的 是是是 那我现在也是啊 我现在在讲课 有时候腰啦 嗯 也会觉得不舒服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哦 就是 人就这样子嘛 当人家跟你跟你讲很严重的时候 好像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 例如说 如果当年主任不是讲这句话 我可能完全不会去改变所有的东西 嗯 我抽烟抽了22年 嗯 我在那一天 2017年的2月7号的下午4点05分 抽的最后一管到现在都没有抽了 哇这好尊严 等于我可能是学理工的 这种日记我特别想起 哦 对 我怎么借都借不掉 嗯 对 主任那一句话 我当天4点我就把他借 我就抽到最后一口我就丢了 等于你会瞎这样子 对 因为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总觉得抽烟不好嘛 以前找不到借垮啊 嗯 对啊 所以 所以我发现我的个性啦 其他人我不知道 我的个性好像要稍微严重一点 别人讲话很严重 我可能就会马上改 你如果轻轻的 我可能就比较不会 是是是 那现在经过那段时间 现在会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 比较不像以前工作很忙的时候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对对对 那 那有些疾病又怎么讲 平常现在我们对专业知识也没那么清楚 嗯 我们原来 去了解清光眼才发现 原来他不可逆 原来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原来他早期的进程是慢的 清光眼到中期到末期速度是快的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对啊 现在我跟这个主任也很熟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跟他聊 第一个我还是谢谢他啦 谢谢他你当年 当我当年讲这些话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不是对你讲 我每个人都这样讲 嗯 对因为我如果不这样讲 你们会重视吗 因为当年他也不认识我嘛 对对对 只是他有时候又回头讲 我有讲那么严重吗 哈哈哈 我说真的真的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 我应该没有骗主任 OK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身体啊 就是年轻的人比较轻忽啦 对 都要到四五十岁 你才会慢慢慢慢去重视 这个好像也是人之常情啦 是是是 那不管怎么样 运动这件事情 还有你让自己每隔两年做健康检查 我觉得也是一个指标啦 对 你轻忽OK 但至少你透过健康检查 你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反向的指标 他会提醒你 你看看喔 如果我没有去做那个检查 我的眼睛等到都快看不到去检查清光 也是末期 末期几乎完全没机会 他他目前也没什么要给治啦 对对 我是品硕创新管理顾问公司的创办人 彭建文 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好其实我们应该要多讲一点关于那个 管顾相关的事情 但是讲这个过去发展的故事 其实讲的很有趣啦 是是 我知道就是健文最近这几年喔 虽然好像是因为清光源开始书 对对对 就是也是 都跟他有关 蛮特别的 然后有三本书嘛 那一本是这个高校工作者的问题分析 决策PJ法 然后一个是思维良律 还有一个思维的制程 这三本 对 那我觉得我还是想要稍微谈一下这个书 所以 第一本是决策PJ法 对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吗 好 呃 刚刚不是有聊到台积电 呃 他们在持续改善吗 他们用方法跟工具 那台积电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用的方法 他叫8D 8D 对 ABCD的D 对 ABCD的D D叫Discipline 在科技业叫福特8D 啊 或者叫8D Report OK 对那不是科技业 或不是资料可能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你就记住台积电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 叫8D 嗯 那我的PJ法有百分之50%等于台积电的8D嗯 对有另外50%是我们公司跟加上我 我们自己催炼出来的一套架在台积电8D的方法论 再再让它更加简单 或是更适合台湾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更适合台湾的每一个职场人士嗯 所以他就是让我把它变成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 那这个P叫问题 叫Problem 那这个J叫Judgment 嗯 所以问题要判断 问题要分析 问题要解决 然后都在整个PJ法里面 嗯 那这个目前也是 呃我们从事讲师跟顾问 我们的课量比较多的一门课 嗯 对就是PJ法 PJ法要怎么怎么学啊 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吗 还是他用什么 比如说个案的方式来练习吗 呃 书里面他有提到PJ法的步骤跟工具 那如果假设呃 听众你想针对你的方法论再精进 也许你可以 也许你可以去 哦怎么讲 也许你可以先去买这个书 买这个书先来看 这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 其实我因为青光影的关系 出了书之后 我也破例开了公开课 哦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 ok 因为我们都在企业内训 对 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开公开课 对那 其实我现在讲都跟青光影有关 就是好吧 那如果大 如果企业内训都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我也觉得不错 嗯那我们是不是 让职场人士 一般上班族 一般上班族可以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 问题分析解决PC法的认证班 那因为过去的疫情 后来我们就比较少办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年只办一个题词而已 那一个题词要上多久 三缸 三个整天 三个整天 但是PC法它还是有分等级 对对对 就是讲起来你说复杂嘛 也要花一点时间 反正简单讲 就是问题分析解决的系统性的方法 它有分等级 有L1 L2 L3 对那我们现在认证班的公开课都是L1 对就是比较基础的方法跟工具 OK 对 那问题分析解决PC法这件事情 我们在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 比较有多事情来思考未来 所以我们也跟法国的一家顾问公司在合作 让问题分析解决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个图像化的东西 在你的桌上 透过图像化的东西来学习方法跟工具 对那这个东西 那个图像化的东西叫思考图 对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的问题分析解决的PC法 跟这个思考图就结合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国际PC法思考图 对 就期待大家 透过国际PC法思考图 可以提升你的逻辑思考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像就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你教授这个PJ法 然后不管是在企业内训 或者后来这个公开班当中 有没有什么事 我当然知道他可能要花点时间去解析 他不可能 三天的课我们不可能 对 一分钟十分钟都讲完了 对 但是有没有什么那种很经典的 很常会遇到 大家会有一些盲点误区 在学习这套方法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 或很常遇到的一些状况 误区就很多 误区蛮多的 例如我讲一个好了 就是说定义问题 很多人定义问题好像 好像都很习惯用文字来叙述 OK 对 那你说误区吗 对我而言就是误区 为什么 昨天我上班迟到了 好 听起来清楚吗 对 这个文字上尋处 那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文字上 再精准一点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可以更精准 也许我看到的这个东西 也许我不觉得你有迟到 好 我昨天上班迟到 好 那我就问嘛 那你们公司规定几点打卡 我们公司规定八点打卡 那所以你昨天是几点到 八点十分 好 那你八点十分 跟八点 跟八点就差了十分钟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迟到了 好 那有时候 当有这个量化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 例如八点难道没有弹性吗 如果那个刷卡的卡是在大楼的building 而不是进到你的office 会不会其实你八点在大门的lab 就已经刷卡了 对所以有时候你认为是问题 对我而言就不一定是问题 因为从里面可以做很多讨论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大家在描述问题定义问题的误区 很习惯用形容词 形容词 或者文字 对 对不是你好漂亮 OK 你好帅 这个叫形容词 对不对 但是帅的程度或者是美的程度 可不可以用一点衡量指标来衡量它 尤其在职场 对职场在讲话的时候 当我们在定义一个问题 比如说昨天产品出货 Delay Delay多少 Delay两天 所以你如果让它量化一点 其实我们在沟通上会比较清楚 对所以 我们在教问题分析解决 一开始就是先定义问题 然后让这个问题有量化的数字 嗯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也蛮常发现说 我们一开始以为的问题 不见的是真的问题 对 是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工具叫做CCB CCB 我们科技也出来 很想用一些各种各样的简称 对 不管怎么样 它都架构在我的PC法的方法论里面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反正时空背景 我就觉得 可能我在台积洗礼过 现在当职业讲师 我就发现 把它说成两个英文字母 三个英文字母 久而久之当然会比较好背 那简单讲 它CCB的意思就是说 寻找问题背后的问题 就这句话而已 OK 对 我只把这句话拆解成三个步骤 OK 然后让这个三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有一个英文字 那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三个步骤吗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这个问题清楚吗 OK 比如说我昨天上班迟到 那你自问自答 你这个问题清楚吗 有人觉得清楚吗 有人觉得不清楚 什么叫上班迟到 你们是怎么界定的 所以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clear C-L-E-A-R 那第二个就是 你的问题是表面问题 还是核心问题 上班迟到 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表面问题 还是核心问题 那英文字母叫core 叫C-O-R-E 那CCB 这个B叫behi behi behi的意思就是说 请问你这个问题 背后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 所以我们期待 透过这样的提问 可以找到 这个问题的背后 那个问题也许才是你想解的问题 对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说会议开会 常常没有效率 开会没有效率 那有时候我们就问 你这个开会的目的是 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这个开会的目的想解决一个专案 因为我用了一个专案 所以我必须开会 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那个专案 如果专案没有delay 会议偶偶delay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对 所以你为什么那么纠结 在昨天的开会是没有效率呢 对 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反思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觉得对于 我们现在一般的上班 上班族来讲 他会有什么帮助吗 或者说他们来跟离开的时候 你得到他们的一些反馈有哪一些呢 大概有两个 两个我觉得很棒的反馈 我直接讲结论 有人上了我的认证班 有一次在尾牙就发nike给我 尾牙的时候发nike 对 就是他在尾牙 对 包括彭老师 我在今年的尾牙 得到一个创新奖项 我就跟他说很棒啊 对 他说老师更棒的是 我是用你的PJ法的步骤 完成的 对 所以这个人是我的第二期 现在我们还有联络 他是用我的PJ法的方法跟工具 然后得到尾牙的一个叫创新奖项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我第一期的同仁 他也蛮特别的 他在台湾上班 然后有一次呢 他想换工作 那这个公司在苏州 他们就应援机会就在大陆 就interview了 他在interview的过程中 他有附上我的PJ法的认证 的那个sendication 就是认证的证书 对 对 那人资的主管看到这个证书 就很好奇嘛 你这个什么 什么叫问题分析 解决PJ法认证书 你可以讲一下你学到什么吗 对 结果他的PJ法讲完之后 老板就对方就录取他了 哦 他就觉得嗯 你蛮有逻辑的哦 对 那代表我录用你 你应该解决问题能力是不错的哦 OK 所以这个人就也发耐给我说 恭喜老师 你的那一张有用呢 我说真的吗 哈哈 那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要提升你们的能力嘛 对 哦那还是恭喜你哦 可以换到一家新的新的公司 那这三本书 从PJ法到这个 思维良律思维的制程哦 这三本书 呃有没有什么特定设定的目标 或者是说不同想要分享的地方吗 这三本书是这样子哦 就是我们广义来说啦 这三本书其实都跟台积电有关 是哦 PJ法就是台积电的另外一套方法论叫巴迪嘛 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经过我们的 我们的淬炼已经 加了一些工具跟元素进去 不管怎么样他底层确实是他的东西 那思维的良律跟思维制程 更是台积电带给我的一些管理的心法 嗯 还有一些工作的效率法 是 所以假设各位职场人士 你想标杆学习台积电的东西 就是你的内心 你很想标杆学习台积电的工作啊 管理啦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这三本书本来就很适合你 嗯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在思维良律跟思维制程 其实写了非常多当年台积电带给我的思维 就是 为什么当年台积电会有这个东西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这些思维 我觉得对主 对主管而言可以带领团队 对就是 里面的任何一个工具跟方法 你都可以应用来带领团队 让你这个团队可以更加卓越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高阶主管 或者是创业家 是 如果你们一直觉得文化很重要 那文化怎么塑造 对 对 其实这三本书都有描述到 嗯 如何 让一个 让一个公司的文化更加的卓越 或者是更加的 他不是口号 嗯 他真的就是文化 那怎么建立 对 这三本书有提到 所以呢 每一个职场人士 不管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职位 我觉得这三本书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那PC法比较特别 PC法他的章节 其实是有一个连续性的 嗯 他没有办法说你先不读 先跳第八章 再跳没有办法 OK 但是思维的制程跟思维的量率 他加起来是 加起来是51个chapter 嗯 对51个章节 他每一个章节是独立的 可以独立阅读 对他可以独立阅读 那如果假设 你想学学台积电的商业思维 那就看思维的量率 嗯 那如果你想学学台积电的管理 那你就看思维的制程 这样 思维的制程跟思维的量率 这两本书 当时我给他一句话 就是台积电教我的50堂课 哦 对台积电教我的50堂课 那我 我淬炼 我淬炼出来如何实践在职场 对 跟我的授课 OK 那我写在这两本书里面 50堂课 啊51张 对 因为有一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张我觉得没什么营养 但是很多人点阅 很多人看 就是台积电的一天 哦对对 翻外篇 对对翻外篇 从早上7点 这什么 好奇 真的是好奇 那我想 他也不是我台积电教我的东西 对啊 很好奇台积电吃什么一样 对啊对啊 对啊 但是台积电教我的50一堂课 就怪怪的 算了我还是给他50好了 但是这50堂课 感觉又很多 对不对 其实真正淬炊出来 他还有台积电教我的10堂 关键的人生课 只是你不知道是哪十门 OK 那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了解了解 我们刚刚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蛮好奇 就是常提到 就是说台积电是个大公司 国际化的大公司 那我们刚刚这个建文一直提到说 怎么样把它改成说 可能中小企业啊 一般上班族也可以应用 或是也可以学习 你觉得那个 而且台湾绝大多数 当然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啦 这个转变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是很核心的一个 就是调整的地方呢 就是怎么样 一个台积电 我们想要学台积电的方法 这个TSMC way 那但是他怎么样 真的所谓调整成这个中小企业 我现在讲就是我们 这几年的实战的经验 也许还没有经过正史 那平常讲我也不知道 标准答案在哪里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实践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台积电的很多东西 其实它是有个制度 它是有个制度在铺 铺这些东西的 那相对的 这个制度 我觉得跟公司的大小没有关系 对 也就是说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分红 那个分红 台积电很重视仪式感 它还一张一张印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 要进到主管的办公室 要拿那一张分红 如果以一般的中小企业觉得 这需要吗 对啊 为什么还要把它印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弄 但是台间就很重 这种仪式感 那一次两次三次 而且它里面写的很感动 它写说 彭建文你好 恭喜你今年获得多少钱 那公司非常开心你 可以得到这个 那也谢谢你对公司的贡献 让公司在去年再创新高的营收 对 再次谢谢你 今年也期待你再度攜手 与公司再创美好的未来 对 董事长张作茉先生 对 像这种仪式感 这种小小小的东西 我觉得跟公司的大小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抽离 哪些东西 中小企业其实是适用的 跟公司规模没有关的 这第一个 这制度 那第二个呢 我把它属称叫人 嗯 因为台积电的人都是高学历 嗯 中小企业不是 嗯 对 所以中小企业在转换的时候 那个人的训练跟培训 要更 怎么讲 要更加的有系统 有一个持续性 对 持续性有系统 而且 要教的慢慢的 不要教太快 他们会消化不良 OK 台积电一年的课 回到中小企业也许就两年 你也不用急 但是 人这件事情 确实我在台积电看到 跟在外面看到 完全不太一样 是 台积电有一个研发部门 那一年 我有去问了一下 他们研发部门 105个人 嗯 有102个博士 剩下三个压力太大了吧 对 那已经是17 2008年的4楼 对 嗯 所以你看那个学弟 很多东西你一讲 台积电人就听得懂了 嗯 中小企业没办法 是 对 所以人的部分在中小企业 我们在做辅导跟收购 也把这个因素把它放进去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有人去做 这个叫专人专职 很多的文化在铺陈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专人专职 你是兼差的 其实中小企业因为人太少 对 很多事情都是兼差 嗯 但是如果要嫁文化这件事情 你还是兼差的 他不会成功 啊 第四个 我觉得第四个是 嗯 要讲很重要吗 应该都很重要 台积电初期啊 他很重视无形的指标 嗯 中小企业不重视无形的指标 哦 什么叫无形的指标 嗯 例如全员参与率 比如这个竞赛好了 请问全公司有多少人参加 OK 我刚不是提到改善工具吗 台积的人就会问 那我们改善工具 明年还可以学什么 只叫无形的指标 中小企业他不重视无形的指标 他只重视 啊这个可以帮我公司赚多少钱 营收啊 嗯 如果你一开始在推任何东西 就很在意有形的指标 很多东西推不动 嗯 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时间的运量 嗯 所以台积电也好 或者是我们这几年在做任何件事情也好 我觉得无形指标跟有形指标 要互相互补嗯 对 你不能都非常重视有形 也不能非常重视无形 所以这互补的过程中我把它讲 我把它俗称一句话 就是无形指标 终究会驱动有形指标 嗯 对 嗯 这个东西中小企业的老板 要能够接受 嗯 对 他们才有办法转型 OK 否则转型的过程都是很辛苦的 了解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这个邀请建文来 马六佩你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 那这个陆陆续续出了三本书 刚刚讲了 这个决策PJ法 然后 思维的良率跟思维的制程 那不过当一开始我们聊了非常多 他呃 就是成为企业讲师的一个过程 企业顾问的过程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啊 然后 怎么样加入台积电啊 台积电这个 大家 现在听起来好像 呃 建文讲的很 风 云淡风轻 云淡风轻 但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压力非常大 工作的时间长度 哦 这次爆竿不是不是讲讲而已 哦 是真的真的很辛苦的 对 那后来也开始哦 回去追寻他的梦想 那真的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厉害的呃 顾问跟企业讲师 那现在也有自己的顾问公司 那开了很多的课程 那现在除了企业内训 之外也有公开课 那所以很多上班族 可能现在也可以去上这个公开课 如果有的话 对 那另外我也知道说 其实在你的网站上 有很多的文章 然后跟上周合作的这个专栏 其实很多都很扎实 不是说好像有些专栏文章 就是一个事件带过去而已 其实很多里面都已经 隐含了很多分析跟 可以做事的方法跟工具 在这里面 那最后也跟我们分享了 台积电大家可能想到 一个很大的跨国的公司 那大部分的公司 可能不是这样子 但是小公司 有小公司的做法 怎么样精进自己 持续改善 其实都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继续进行的 那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建文 谢谢马里奥 谢谢拜拜